大家好,我是枫叶 今天用这个罗马锅给大家烤一个咖喱鸭腿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锅 上面下面就是这个样子 在罗马时期就应该有的这个锅 然后这是土桃烤制 就是说它是咱们叫陶瓷吧 这里边你看这上面还是这个原始的这个材料 后来出现了这种 就是里边底下你看很光滑 它加了鱼 德国人非常喜欢用这个烤东西 鸡鸭、鹅、肉、还有面包 尤其是圣诞期间 大家用这个锅烤东西就更多了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四个鸭腿 这个两个我已经切了 然后先放在盆子里 就是你把鸭皮稍微给它切出两刀 不用切太深 然后这面也稍微来两刀 尤其这个鸭腿后部 然后给它放在盆子里 好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用到的调料 小茴香、香叶、蒜粉、肉豆蔻、咸盐、姜黄、咖喱粉、不辣的辣椒粉、肉桂、胡椒粉 一个柠檬、两大勺蜂蜜 一些肉汤 如果你没有肉汤 用这种肉汤粉兑点水也可以 一杯白葡萄酒 好现在我们把这个所有的食材都倒在鸭子里头 好柠檬我们挤进去就可以 我们把它抓匀以后 然后放在冰箱里 腌制三个小时至少 如果你有时间你再多腌制呀 你甚至可以腌一晚上 好现在我们的鸭子已经腌制了四个小时了 我们现在可以入烤箱了 在这个之前我准备了一些食材 这个叫玫瑰球 实际就像我们的包菜一样 它就是小一些 这个其实德国人特别喜欢吃 尤其我们家的人 非常喜欢 那么一般人里边放什么苹果呀 葱头啊 什么的水果 我是愿放这些食材 另外我还买这个小土豆 把它削一削 虽然皮不是完全削掉 因为我觉得皮没有问题的 我愿意带着皮吃 把这个菜先放在里头 这样我们一烤下来 连肉带菜 土豆它们也是当成饭 然后我当然准备了一个葱头 就大块的放在里头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是把鸭子放进去 这个你看 这个腌制了四个小时已经很入味了 你就是均匀的摆在上的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把汁也倒进去 因为汁里头都是精华 你看厚厚的这个料 不满朋友说我又偷偷的加了三个小辣椒 如果您不喜欢就不要放 然后您要是愿意呢 可以放一个苹果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这个边缘上 这个糊和这个什么 我都没去掉 因为它的味更浓 水的问题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已经足以了 鸭子一会儿一会儿出油 好现在我们把罗马锅放在烤箱里 然后我们开到200度 200度到210度都可以 根据你自己烤箱的性能 好朋友们现在两个小时过去了 一举见成败 烤得好焦啊 不错 就说现在两个小时足以了 不用再烤了 因为它只是鸭腿 你要是大的鸭子或者鹅呢 可以再稍微烤一点 我觉得这个火你看还有一点焦焦的 虽然盖着盖190度也可以了 好我们现在装盘开吃 我们用罗马锅烤的咖喱鸭腿就做好了 经过两个小时的慢烤 它的味道都进去了 然后里面的肉质非常软烂 我这个期间又做了一个柿子牛油果沙拉 非常的利口 它摆搭我们所有的肉类食品 好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您为我点赞 关注并转发 我是枫叶 我们下次再见 Good Appetit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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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